近日河南遭受暴雨袭击 受灾严重 各界人士纷纷捐款 帮助河南共渡难关 郭德纲已带领德云众人为河南捐款800多万 在这次捐款活动中 德云社各队队长更是作为表率积极出资 八队队长张云雷40万 七队队长孟赫棠30万 在人才集体的德云社被郭德纲看中的九位队长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本期视频事个带您了解一二 一队队长鸾云平 作为早期就加入德云社的鸾云平 凭借着刚正不额 不怕得罪人的性格 在一众师兄弟中颇有威信 郭德纲也因此将一队队长职务和德云副总的权利交给鸾云平 在管理德云社时 只要是对德云社有利的事儿 鸾云平都会去做 甚至有一次还大胆地给师傅提出建议 让世哥没有想到的是 平时在等于社众人面前高冷不讲情面的鸾副总 在这次河南遭遇灾难时 鸾云平第一时间捐款支援灾区 展现了其柔情爱心的一面 二队队长李赫东 德云二队的队长人选是几经轴转才稳定下来 从早期的孙岳到后来的严云达 一位因为工作原因调离二队 一位因为个人原因退出德云社 在二队群龙无首的情况下 李赫东临危受命 担任二队队长职位 郭德纲之所以放心把二队交给李赫东 除了李赫东业务水平强外 还因为李赫东是个忠孝之人 在2010年德云社面临危机 快要倒闭的时候 李赫东直接表示要卖房救师傅 他的这一举动让郭德纲牢牢记在心中 所以18年严云达退社之后 郭德纲立马调任李赫东 进驻德云二队当队长 三队队长孔云龙 从德云社灌口小王子 到被命运几番折腾的相声演员 孔云龙的相声之路走得并不顺遂 好歹今年年初 孔云龙凭借自身实力 成功地征服观众 作为三队队长的孔云龙 在相声这条路上百折不挠 水哥相信有这样的队长 德云三队一定会越来越好 四队队长颜鹤祥 作为德云少奶奶 颜鹤祥除了说相声和骑摩托车外 还有一个被我们忽视的身份 那就是德云四队的队长 能从鹤子壳中脱颖而出 成为郭麒麟的搭档 颜鹤祥的相声实力不容消去 成为队长也是顺其自然 但因为颜鹤祥太爱骑摩托车 导致自己队的成员都认不齐 世哥不得不说 在德云社九个队长中 颜鹤祥才是最清闲的那一个了吧 武队队长烧饼 作为曾经短暂离开过德云社的弟子 烧饼在郭德纲的心中无比重要 德云社武队成立之初 郭德纲安排烧饼担任武队队长之职 在担任队长期间 烧饼带领队员们 写新活提升队员们的业务水平 烧饼尽心尽力地培养出了七队队长孟赫棠 和九队队长张九龄两位队长 虽然现在的五队没有几位人气演员 但是和详细在烧饼的指导下 五队一定会在相声方面上有重大突破 六队队长张赫伦 作为一个时常遭遇篡位的队长 张赫伦的六队队长当得十分不容易 先有张九南篡位之心 人尽皆知 后有六队众人逼封张赫伦 但是作为队长的张赫伦 却一点也不在意 和队员们相处得十分欢乐 作为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 张赫伦带领的六队 氛围轻松愉快 顺哥祝福六队 能在小白的带领下 出现越来越多的角儿们 七队队长孟赫棠 2018年一句盘谈 让孟赫棠成功出圈 大家都记住了 这个来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孟赫棠 孟赫棠不只是贺子柯的一位成员 更是德云演出七队的队长 在德云社观众称七队为神仙棋队 这是因为七队的成绝率太高 除了孟赫棠外 周九良 秦小贤 刘晓婷 上九席等人 都是高人气演员 虽然孟赫棠被称为被架空的队长 但是堂主一定有着过人的管理方式 能让七队在德云社众多队伍中脱颖而出 就是孟赫棠管理能力的最好证明 八队队长张云雷 2016年 一场意外让张云雷身负重伤 前途堪忧 还好最后张云雷 凭着对相声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战胜病痛重新回归舞台 张云雷2017年商与归来 并担任起了德云八队队长的职务 郭德纲考虑到张云雷的身体情况 将张云雷的八队固定在三庆园演出 八队也成为德云社九个队伍中 唯一一个在三庆园常驻演出的队伍 看到师父郭德纲如此照顾自己 张云雷也没有让师父失望 在担任八队队长期间 只要是自己身体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张云雷都会坚持演出 还会在后台给队员指导业务 看到身体刚刚痊愈的张云雷依然坚持演出 这种不放弃的精神 让队员们士气高涨 积极演出 而三庆园的票房 也在几个小园子里卖得最好 酒队队长张九龄 今年刚被封为酒队队长的张九龄 就被郭德纲派到天津 带领酒队驻扎天津分社演出 可见郭德纲十分认可九龄的能力 作为取义之乡的天津 人人都会说相声 观众都十分专业 所以观众对台上相声演员的业务能力 要求很高 如果你的相声不好 观众就不会买账 但是从现在天津分社的票房情况来看 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场场爆满 从五月到现在 才三个月的时间 九龄就带领酒队 征服了天津的观众 实力有目共睹 您还知道哪些队长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圣哥 关注圣哥 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德云趣事